老公 我还要 还要啊 刚才不是吃饱了吗 没有 我还要一次嘛 哎呀 真的是 我以为我拿在车上吃的了 现在给你的 老公 你不要去嘛 不去不行啊 那个工程 几十万的工程的 我不去 哪里干得了啊 我最多一个月回来 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害怕 哎呀 自己在家害怕 那也没办法啊 你看家里那个老鼠 那个蟑螂那么多 我晚上不敢睡觉 那怎么办呢 那我肯定要去广东了 那我也怕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怕外面那些什么鬼人来我们家怎么办 那 有没有闺蜜啊 叫你闺蜜过来陪一下你的 真的要去吗 肯定要去的啊 工作要紧嘛 男人肯定要以事业为准啊 那我打电话叫我闺蜜过来吧 那我先走了 你自己慢慢 老公能把帽子戴上 哎呀 这么贴心啊 哎呀 赚多点钱回来 嗯 我最多一个月 我一定回来了 你好好在家里啊 那好的 喂 阿福啊 我老公又去广东了 对呀 你过来陪一下我嘛 那好的 等你哦 这么贴心啊 嘿嘿嘿 这么贴心啊 嘿嘿嘿 老公 哎 我老公又去广东了 他要出去了 对呀 你老公就是一个事业男 你看他昨天才回来 昨晚他做一个晚上他又出去了 这样子吧 对呀 他忙他了 你叫过来是想出去逛街吗 不是的 我回家打一下老鼠 老鼠啊 对呀 哎呀 看来今晚有老鼠要吃了 好 哎呀 抓到了 哎呀 我已经把他打死了 嘿呀 你那个技术可以不 哦 昨天就我老公抓了没抓到 我估计你老公 利息他可能就没有了 那老鼠跑来跑去他可能追不到 那我请你吃快餐吗 吃快餐了 那还是下面给你吃 呃 我想吃螺蛳粉 走走走走走 啊 你看那个螺蛳粉好吃吧 哎呀 味道不是很正宗 我觉得你煞的面比较好吃 是吗 哎呀 那不我回啊 你看我都送你都回家里面了 不行啊 哦 你看天现在天气那么冷 哎呀 你去帮我暖下床吧 暖床啊 对呀 那你老公的事情 那我老公不是去广东的吗 之前就是我老公每天帮我暖好床的 这个不方便吧 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看天冷地冻的 我一个人 那个脚冰了也睡不着 那我我我先自己在床上帮你暖好了 然后我就回去了 哎呀 你干嘛 我跟你说 我要回去了 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你老公可能就回来了 你睡床是很舒服的 我睡在沙发又硬 又没有被子 可是我 我都感冒了我跟你讲 哎呀 你多住两天嘛 我老公还没回来 等我老公回来了 你再回去嘛 你自己照顾自己 我不住了 不行啊 我自己一个人怕 我已经好多天都没有睡好了 他那个黑眼圈都那么多 我一点精神都没有了 不行了 不行 住了两天 我老公就回来了 老公 我回来了 是啊 这个是谁啊 他就是我闺蜜 这个是你闺蜜啊 对啊 那你不是去了一个月了吗 那你不是去了一个月了吗 就是他照顾我的啊 你老公回来我走了 哎 等一下啊 我还想叫你给你钱啊 他照顾我一个月 这样子 怎么照顾啊 你看家里的那些老鼠蟑螂啊 那些什么啊 都给他打 打死了 这样子啊 对啊 我睡觉也安心啊 你 我去的时候你说 找个闺蜜就是他啊 对啊 那闺蜜有男有你嘛 是不是 你不早说 哎老公 怎么换了个帽子啊 是啊 这个是我那个大老板送给我的 哎呀 漂亮吧 蛮适合你的哦 哎呀不说这种了 肚子好饿啊 家里有没有粥啊 或者面 那我下面给你吃 没有粥 没有包粥 你下面给我吃啊 对啊 那好吧好吧 好久没吃过你的 下面